而经过本台报道 热色香复原三春复原西 以及满蓝沟溪流域 成为了缺德之人 任意丢弃垃圾废弃物 而第九和川局是高度重视 今天上午邀请了 县政府南区服务中心 乡公所以及乡民代表现场 再会看 并且表示 将会在路口处设置铁栅栏 来管制 避免闲杂人等 入内请到垃圾废弃物 热色香复原三春 不论是复原西上游河床 还是满蓝沟溪流域 经常招人任意丢弃废弃物 部落社区防不胜防 尤其近几年更是变本加厉 怨然成为了缺乏功德心之人的垃圾场 部落社区不堪其扰 经本台报道后 所属河川主管机关的第九和川局 也高度重视 今天上午特别邀请 县政府南区服务中心 乡公所以及乡民代表 再度来到现场会看 争夺的地方以及九和局 水环境志工大队 在路口设置闸门管制进出的建议 第九和川局也做出正面回应 基本上我现在就是说 在这个墙壁上面 两个我们铁链的行的 然后在这边我们加固一个杆子这样 那进出的话 钥匙手头我们弄好以后 交给比如说代表 不主要你 交给农民 那现在拿到要死人了 普通人也不太会进来 我们就打准避免了这个垃圾的 对对对对 给它倾倒 第九和川局为了杜绝马兰沟西桥下 成为缺德之人 任意倾倒垃圾的天堂 除了设置闸门管制进出 对于现场搭批垃圾费器物 九和局管理客也将同步清运 也呼吁向亲民众共同维护 还给溪流和川原油的生态环境 记者十一玉兰瑞瑟采访报道